歡迎來到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以及PNN還有燦爛時光節目以及公民行動議員 紀錄資料庫聯合直播的線上 以及視頻跟所謂的音訊的這個節目 我們的節目在每個禮拜天的晚上9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會直播 那接下來會在公庫的網站 以及在燦爛時光網站也會來播出 會有完整的這個節目的播出 那我們今天要跟他談這個主題 其實我們節目其實也談過有好幾次 但是這個問題似乎是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越烈 就是有關於大學當中的所謂的 兼任教師以及兼任助理的問題 那我們知道一個學校裡面 其實最近這幾年 特別是大學 所謂的專任教師的員額 其實越來越少 那有些學校也會遇到欲缺不足的狀況 那開始有大量的所謂的兼任教師 當然在市立大學兼任教師的狀況 其實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我記得我以前在市新大學教書的時候 我們廣電系的學生大概有1000人左右 這全部加起來大概1000人左右 那所謂的專任老師大概只有23個 所以其他大概有好幾十位都是兼任老師 可是相對於國立大學 在現在中正大學傳播系來講 我們大概有200個左右的學生 可是我們的老師大概有15、6位 所以你會看到那個比例是非常非常嚴重的失衡 那在國立大學的這個問題也越來越嚴重 所以今天我們節目當中就來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的 土司部主任林柏宜來一起跟我們分享來談今天的話題 柏宜你好 好 中祥你好 柏宜可不可以先告訴我們一下 現在在普遍大學當中 所謂的兼任教師跟專任教師 在他的比例各自是怎麼樣的狀況 比例 對 根據教育部他自己公佈的一份統計數據 大概在10年前的時候 台灣的全部台灣大專院校的專任教師 大概是41,000名 那在那個時候兼任教師大概只有27,000名 那10年過後到了現在 專任教師微幅成長到49,000名 但兼任教師已經大幅成長到了45,000名了 對 那我們統計過10年來 專任教師成長20% 但兼任教師成長了90%之多 嗯 所以其實這個成長的 這個所謂的差異是非常非常的驚人 你剛剛談到專任教師是成長20%左右 對不對 那兼任教師大增加了90%左右 那當然一個學校會聘請兼任教師 他的理由其實是非常非常多 在工會 或是在一般所做到的研究當中 為什麼很多的大學 他開始要大量的去聘用所謂的兼任教師呢 OK 我們目前觀察到10年來之所以會有那麼大的大幅的改變 主要還是牽涉到大學為了要所謂的節省成本 因為在教育部現在給予大學的預算逐年 每生是在刪減的 所以大學為了節省成本 他們發現 一樣的課程如果聘兼任教師來教 他的花費會比專任教師少了非常的多 嗯 對所以各個大學開始 我們看到像通識教育中心過去可能是有專任學 現在要嘛是欲缺不補 要嘛是把專任學移到各系所開始都改拼 兼任 然後一般的科系也漸漸的有這種 呃 拼任更多 兼任教師的狀況 那當然有一些例外是說一些可能藝術相關科系 會聘一些所謂夜師 那夜師通常會是兼任 但是我們覺得主要的理由還是基於成本考量 那少部分的理由是為了教學的多元性 嗯 那的確從很多的特別是像傳播科系來講 好了其實我們夜師的比例其實在一般來講是非常高的 因為畢竟它是一個實務性的工作嘛 那可是這個實務性的工作其實 其實去聘這樣的一個比例 會不會除了剛剛談到的一個在 節省成本的考量之外 會不會其實有一個部分跟很多的大學 他更需要這種所應用的科學的老師 或是在實務上面老師是有一些關聯性的 或者是說這些兼任的教師 他們所擔負的工作 呃大部分都是哪些類型 是一般的這種所謂的正常的理論的課程嗎 還是他其實也是偏向在實務的課程上面 呃目前來看 呃都有 而且過去教育部好像雖然有規範說 呃必修課或者主要課程不能夠有兼任教師來上 但我們看到很多的 特別是資歷技專院校都有 開始由兼任教師來上這些必修課的趨勢 那呃我們是不反對 呃有所謂教學多元化 或者說呃這種食物的夜市在學校 那我們是認為說呃為了要避免 他變成是學校節省成本的手法 那我們應該要讓兼任教師的薪資待遇啊 呃折算下來應該是跟專任教師 每一個小時的這個教學 花的費用應該是要一樣的 那就不會有這種排擠效應的出現 嗯嗯那如果回到這樣一個議題上面 現在的兼任教師的薪水跟專任教師的薪水上面 有什麼樣的差別嗎 或是相關的 這種所謂的他教課的loading時數 或者是我們廣泛來講 在勞動條件上面的差異性到底是什麼 是呃我們舉例 例如直到目前為止呃 呃在呃還沒有要調查終點費以前 一個兼任助理教授啊 就一樣拿到博士學位在大學兼課 他每一個小時的終點費是630塊錢 嗯那一個大學的這個專任助理教授 大概每一個呃呃他每一個星期要交的 收課量大概是要求10學分左右 嗯那所以如果說用630塊 乘以假如他交了10個學分 然後是兼任教師的話 他一個禮拜是6300塊 一個月齁大概也只有25000塊錢 到26000塊左右 嗯那我們知道說呃 如果是要聘一個專任的助理教授 他除了薪資是要到67000多塊以外 嗯還必須要額外負擔這個 這個所謂的呃工保的這個 這個僱主的負擔 以及未來的扶序費用 那這些在兼任教授上面都是沒有的 嗯嗯 所以我們評估大概薪資的差 就是對於學校要花的成本 可能是差了將近三倍之多 在目前來看 嗯嗯 可是這個學校的這個成本其實差距那麼大 那老師的勞動其實也是差距很大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呃 兼任教師 他其實通常不會在一個學校兼任 他通常會在好幾個學校兼任 甚至他可能是在整個全國各個不同的地方 他都有所謂兼任的這個部分 那這樣的一個兼任 但其實我不曉得在你們所調查的這個結果當中 或者是你們所接受的這個過程當中 嗯 老師怎麼去看待他自己在教學上面 他能夠去著力的 或者是說呃他這個呃 學生們怎麼去看這些兼任老師呢 因為也許有些學生覺得說 兼任老師他其實比較有實務經驗啊 然後兼任老師他可能也比較會受到這個 呃比較會怕 什麼叫比較會怕 就是說他可能在呃這個會接受 比較會受到所謂的教學評鑑的影響 那所以會不會對全來講是一個比較好的 一一一一一一種一種所謂的教學的方式 還是他其實在教學品質上面是更糟的 欸品質上目前似乎沒有看到呃 單純在講課上面有非常明顯的落差 不論說兼任老師教的比較好或比較壞 這大概是可能目前看來是差不多 但對於學生比較有差別的是說 因為他課餘時間是找不到兼任老師 兼任老師上完課就離開了 嗯那我們知道對於很多學生 特別是研究生 他是會需要在課語跟老師很多討論 才能夠發展他的論文 嗯那這就在兼任老師的狀況下就沒有辦法 二來是說呃像高教工會有一些兼任老師跟我們平凡互動 他們其實是有一點點感覺到說呃 作為兼任老師在學校的環境裡面還是相對沒有那麼受到尊重 那不論說是學校對於學校來講 兼任老師就像過課 那 呃 來了可能連一個休息啊喝茶的地方都沒有 因為他在你自己的研究室啊 欸對他對對 兼任老師 呃沒有研究室 那二來是說呃 也有人感受到的學生 呃 似乎也會因為他 那如果覺得他是一個所謂的流浪博士啊 這個樣子 嗯 狀況 會一開始的時候 未必是會 放跟專任老師同等的這個重視的態度來對待兼任老師 對 所以基本上來講 他跟老師跟學生之間的互動 或是老師跟學生之間的關係 其實也會受到這個專任跟兼任之間的影響喔 那所以這樣一個兼任教師的這樣一種心態 其實對於不只是勞動條件 或者是說整個教學品質 學生的受教權 或者是家長也可能也都會擔心說 哇這麼多的兼任老師 如果他勞動條件不好的話 那他的小孩在教育上面會不會 這個得到的這種所謂的互動 或者是得到跟老師在知識上面的一種追求 或切磋上面會受到一些影響喔 那我們剛才談到說高教工會 其實非常關切所謂的兼任教師的這些問題 那其實在之前也曾經針對教育部有提出訴求 也曾經到教育部去曾經抗議喔 那提出說這個要必須按照基本工資 再調帳21.7%的這個終點費 因為其實在過去這十幾年來 這個兼任教師的所謂的心事都沒有調帳 那教育部在針對這個高教工會的 這樣的一種抗議或是這種所謂的訴求 他做了什麼樣的回憶嗎 這些訴求都有達到嗎 OK 我們後來的調查發現是 其實兼任教師的心事是21年沒有調了 就是這個終點費 原本說16年 但是是因為是用助理教授算 助理教授是16年才開始設的一個級別 那其實如果用講師或副教授還是21年沒有調 那這21年來的這個物價我們計算調漲了33% 然後專任教師的薪資其實也隨著軍工教調薪調漲了31% 但是就唯獨這個所謂終點費 兼任教師是一毛錢都沒有調 那我們在一年大概一年前開始跟很多兼任老師合作 就是通過各種方式啊 最後教育部的確他們向行政院提出了一個說 要將這個終點費的計算標準提高16%的這樣的一個議案 就是彌補過去沒有調 在我們看來這個等於是彌補了大概只有一半而已啦 但是無論如何是一個進展 但是後來的進展發現教育部他有點違得不足 就是說他主動對私立大學好像要給一個空間就是說 他們對私立大學說如果私立大學財務狀況不佳的話 可以不一定要比照辦理 那其實這個做法是跟過去很不一樣 因為過去一直以來供私立大學的教師的薪資或終點費都是比照等同 那這也是私立學校法實行細則第三十三條第四項寫的 就是私立大學教職員要比照公立大學的這個基準來辦 那教育部這次等於試著要讓公私立之間的教師的這個終點費脫鉤 那導致一個很嚴重後果就是台灣其實有七成的大學都是私立大學 有六成到六成五的教師都在私立大學任教 結果截至目前為止 還沒有任何一間私立大學公開表態要調整這個跟終點費 不管所以其實現實上變成跟他們財務好壞也沒有關係 是教育部好像要開一個口名 然後據我們聽聞這些私立大學校長其實有透過一些像私立大學校長協進會之類的機會 有要討論過了所以他們打算要聯合不調整 那這的確是我們認為很不合理 然後教育部不應該放任做事不管的一種現象 那在公立大學的部分雖然有要調整到16% 那這個實際上做了嗎 在今年8月1號開始公立大學就會調整 所以其實會出現的一個不只是在學生之間 因為公立大學私立大學那個階級化的情形很明顯 甚至之前老師在這個薪資勞動條件上面的階級的問題也是非常非常嚴重的嗎 就像我們有監督老師就覺得很不合理 他有在公立大學兼科也有在私立大學兼科 他說他不可能會說今天在公立大學教比較努力到私立大學比較放鬆 但怎麼會一樣教一樣的書但在不同地方給的待遇卻有落差 他覺得這是很不合理 那這會不會出現一種狀況 那的確我們可以看到私立大學他可能因為種種的因素 他在不管是經營的問題或是他本身的基礎問題 或者是少子化招生的問題 其實他們在整個財務上面也缺乏了國家比較更多的資源 所以他們的經費相對之下當然是有可能是比較少的 那當然有些營運的還不錯 可是普遍來講他們可能在生存上面都會有很大的問題 如果要去挑戰這些老師們的薪資 會不會對這些私立大學來講更是雪上架霜 而使得他把所有的薪資的成本反而轉嫁到學生的學費的身上了 OK 我們針對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去高教工會做了一些研究 我們統計了時間聘任最多老師的私立大專校園 然後我們去調這時間的公開的財務報表 經過會計師查核 結果這時間大學 私立大學 不論是包括輔仁大學 長庚大學 馮甲大學 就是總共的時間大學 他們會因為要調漲終點費 多給堅任老師的薪資 我們就算一年大概頂多是數百萬 最多是到1200萬 但是他們學校的每年的盈餘 其實都達到最少是8000萬 最多到了5億之多 所以顯然對於這些私立大學來講 我相信只有極少數大學是會因為調漲了終點費 所以就入不敷出會有赤值的問題 絕大多數的狀況是 這個終點費相對於他們學校每年的盈餘 可能都是在十分之一以下 甚至是百分之一有這麼的少 目前各大學好像想要假裝沒這件事 然後開始的確對外放話說 因為如果要調堅任老師的終點費 他們就要求要漲學費 那我們覺得這是不合理的 因為學校明明絕大多數都還有盈餘 你不應該是要嘛把刀子砍向監任老師 要嘛把刀子砍向學生 這都是拿弱勢的一方來做為他們自己擴大利潤的這種做法 是不合理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還蠻嚴重的問題 不過我覺得更大的問題恐怕還是在教育部的身上 也許我們待會回來可以再跟博一起來討論說 教育部憑什麼去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難道這些天任老師們 他拿到的所謂的講師的證書 助理教授的證書 副教授證書 基本上來講也是所謂教育部所發的 他可以這個資格 可是為什麼他可以出現這麼大的落差 那這樣子一個落差不會讓教師的工作權益 或者是甚至影響到學生的受教權嗎 這個部分教育部是完全不去在意 不去關心的嗎 那另外一個問題也是我們待會談到所謂的 兼任不只是教師 包括兼任助理的問題 那兼任助理 基本上來講他可能會面臨到 很多人會覺得說他其實就是一個工作 何必要變成是一個勞工呢 或是他是一個學習呢 何必要變成一個勞工 我們待會也要回到現場 再跟博一來聊這樣的話題 請問他在那裡 請問他會有關 他會有關 他的營友 除非可以和他有關 他會有關 在這裏 他會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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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宗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燦爛時光節目 跟公司新聞議題中心PNN 還有公民心動營記錄資料庫 聯合直播的視頻跟音訊的節目 你可以在廣播裡面 聽到我們節目 也可以在網站上面來看到我們的節目 那我們在每個禮拜天的晚上9點半 在公司新聞議題中心PNN的網站 就會進行直播 直播完之後在公庫的網站 以及在燦爛時光的網站 可以看到我們的節目 或是聽到我們的節目 今天在我們節目當中邀請到的是高教 工會的同仁林柏宜 一起在我們現場跟我們聊天 柏宜你好 嗨 中小你好 對 柏宜 我們剛剛談到的這個話題 其實談到的是說 在所謂的大學裡面的兼任教師 跟專任教師之間 他在薪資上面 事實上是有很大的落差 特別是在經過了十幾二十年 沒有調漲之後 我們在高教工會的抗議之下 教育部願意去調高 這個兼任教師的薪水 調高16% 可是他竟然只是對於所謂的 國立大學有這樣的規範 而在市立大學 基本上來講是 某種程度是放任不管的 可是我覺得這影響非常非常大 他不只是一個教師的受教權 教育的這種所謂的工作權之外 其實也影響到 所謂的老學生們的 這個所謂的受教權 和他基本的素養的體升 能力的體升 我不知道教育部可以這樣子 就是隨隨便便的 就是負責任嗎 那就這樣子拍拍屁股 一直有了之嗎 或者說他有什麼樣的目的 跟想法故意要讓私立大學 跟公立大學切割 然後在一種不同的基礎上面做競爭嗎 對 我們也覺得很好奇 因為教育部做這個動作 顯然是打破了他們以往的慣例 而且甚至他們過去一個政策走向 一直是強調私立大學 他們要提升私立大學的 這個教師的退輔 或者是這個退休的待遇 要等同公立大學 讓公私立大學是在平等的 這個條件下來競爭優秀的老師們學生 那所以也因為這樣 他們進行了歷年進行修法 讓私立大學老師 現在開始也可以領所謂的公保的年輕 結果反而在這次讓這個終點費 變成是脫鉤 而且我們要補充說 終點費不只影響兼任老師 他也影響專任老師的 所謂的超終點費 就是專任老師如果 他基本上會持續10小時 但有的老師可能會去兼更多的課程 那這個兼課的這個費用也是依據 超終點費也是依據 所謂剛剛講的這個 終點費的標準在進行 對所以他可能甚至會導致一個 不好現象說在過去有一些私立大學 他是依靠請公立大學的老師來 課餘的時候來兼課進行支援 像我們叫法律系啊 很常有這樣的狀況 那如果今天私立大學 他的待遇變成跟公立大學脫鉤 那未來似乎更困難 要找到公立大學的老師 來私立大學進行支援 那這長遠來說 的確對於學生的受教權 對於公私立的這個落差的擴大 絕對是一個不好的一個發展 對 背後會不會有一個 他自己在政策上面的思維 就是讓這個私立大學慢慢萎縮呢 可能真的是這樣 就是他可能沒有想很清楚 他現在想法就是讓他自生自滅 因為他覺得少子化問題 他好像也不想救 他也他不願意拿出資源 那他就變成說 方人哥不需要自己想辦法 對 這個其實我想勢必會造成這樣一個後果 除非這個私立大學 他真的非常的財務 非常的厚實 或者他的這個賣股非常的強 或者是他的這個辦學能力非常好 要不然他真的很難跟公立大學 去產生這個競爭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 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這個除了在所謂的兼任教師之外 其實在大學裡面還有一種兼任的身份 就是兼任助理 那其實在很多學校裡面 其實開始對兼任助理 要不要發勞健保這件事情 已經開始有很多的討論 那也有蠻多的學校 特別是私立大學 甚至在國立大學也是 就是開始出現某種的抗拒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這個 為什麼以前的兼任助理 他其實沒有所謂勞健保的問題 而現在開始這個問題成為大家 好像必須要去關注以及討論的一個 一個議題跟焦點了 OK 長年以來 大選民會一直都有非常大量的兼任助理 而且他的人數是快速增長 到現在已經到了十幾萬人的地步了 剛才講說專任老師才五萬人 但所謂的兼任助理已經到十幾萬人了 那這些兼任助理通常具有學生的身分 他們通常是碩博士班的研究生 那他們通常是領老師的一些比較微薄的津貼或工資 然後同時一邊寫論文一邊幫助老師進行一些研究工作 或教學的助理工作 那過去一直以來一個很吊詭的狀況 就是說專任的助理是會有勞健保的 那國科會編列預算或是學校編列預算都有勞健保 但是兼任的就沒有 那這樣的一個做法其實是違背政府的一種基本政策 就是說對於勞工的福利啊 跟你是專任或兼任其實是沒有關聯的 應該是一體適用然後按比例來支付 結果一直以來沒有的這個兼任助理沒有勞健保 他導致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第一個是我們很立刻可以看到的 就是說兼任助理儘管他是兼任 但偶爾還是會發生不幸發生一些意外 像前陣子這個中山大學就有一位博士班研究生 然後這個東沙群島協助採集這個海洋生物的 標這個資料都不幸就是往生了 那因為他沒有勞保的關係 所以他沒有辦法領得勞保裡面的死亡 那最後只能變成是學校私底下 他抱紅包然後就是做這個這個慰問他的家屬 來聊事我們覺得這是非常不合適 那第二個還可以感受到的是說 其實隨著這個我們現在退休制度越來越上軌道 所謂的勞保年金啊 就是我們未來65歲退休後可以領到的 每一個月可以領到的這個年金 跟我們過去以來到底有多少年投保的年資有極大的關聯 他就是用你最高的60個月平均的薪值來成為你投保的年資 轉出你的勞保年金 那監控助理慢慢發現到現在越來越多人他越來越晚就業 因為他擔任這個研究生的時間可能會有延長 那他明明有在學校裡面有兼裁工作 但他卻都沒有投保勞保 那我沒算過 這會導致 假如一個月沒有投保勞保 會導致他未來退休的時候 終生會少一萬塊錢之多 換句話講 如果他在大學擔任三年的助理工作 兼人助理工作都沒有投保 他晚年就會少三十六萬這麼的多 所以隨著我們工會和很多研究生發現這個問題 我們才開始去倡議要求說 政府不應該再繼續便宜行事 然後違法不幫監控助理投保勞監保 對 但是對很多人來講 其實他可能道理都懂 可是他會覺得說學生就是學習 那今天去做研究去參與研究 其實也是一種學習 那這個學習跟勞動之間 似乎是一個非常模糊的地帶 那甚至有些人會覺得說 你來這邊幫我做研究 你也可以寫自己的論文 那你的論文其實也會在這個過程當中的完成 然後甚至得到某種好處 這怎麼去區隔 或是說還是這個必須要去分得很清楚 嗯 我 就我們訪問或者互動很多間人助理 我覺得在那個教學事務現場 工作現場 這是分得很清楚的 嗯 就是說 當然他可能是一邊工作一邊學習 但是對於助理來講 他會很清楚一件事 就是說 他領了一筆錢 不管他名目叫做助學金 拉津貼或者工資也好 然後他領這個錢 他要不要負擔一些工作 勞務 這對助理來講很清楚 就是說 我在寫論文之語 我是不是要 比如排班到老師的實驗室工作 幫忙看數據或者查資料 嗯 儘管他可能有重疊 但是有沒有額外負擔勞務 來換取這個所謂的酬勞 這個關係在現場 其實大家是都非常清楚 嗯 所以目前我們看來 呃 聲稱說學生 研究生明明是在學習 那那個不是勞動 這個比較是 呃 教育部或者學校的一種說詞 嗯 嗯 那真正他們想要回避的 之所以要一直說那不是工作 或者不幫忙的保勞建保 主要還是牽涉到 他們不願意多投入經費 來給予學生應有的社會保險的這個原因 才是核心 嗯 對 當然在高教工會的這個主要的抗爭之下 我們看到很多監任助理都願意站出來 來為自己的權益說 而且這本來就是應該基本的這個勞動權益 即便是學習 這兩個之間還是一樣 也有所這個所謂的差別的哦 那在這樣一個所謂的抗爭 在這樣一種所謂的社會的這種壓力之下 其實勞動部也做出了這個解釋嘛 就承認這個監任助理 他本身就是具有這個勞動的勞工的身份嘛 那所以如果勞動部做出這種解釋的話 照理講學校或是像國科會 或是其他的研究機構 也都應該要去發這個所謂的 做這個勞建保等等的這樣的一個給付哦 那在現實的狀況是什麼呢 這些學校都願意嗎 教育部願意嗎 或是他們有 他們會有什麼樣的一種說辭或者困難呢 OK 現在呈現一種有點吊詭的狀況 勞動部已經針對台大 以及針對陳大的助理都已經 宣示清楚他們是 就是所謂跟學校過程不有關係了 那應該要投保好健保 甚至還因為這樣子去開罰了學校 像陳柔大學最近都接到罰單哦 但教育部好像他們或各大學想要做一種做法 就是說你罰你的但我就是拒不執行 那甚至教育部最近在草擬一個有點類似 行政指導的一個行政命令是想要建議說 只要這一份工作啊 能夠被稱為是系所的畢業條件之一 對那就可以不用當作是勞動就不用有勞健保 那這是一種很曲解法律的解釋 就是說要不要勞健保 看的是你有沒有從事僱傭的事實 那為的是要提供你保障 那跟你究竟是不是畢業條件 其實是兩麻之事 那教育部卻做了這個 在我們看來很奇怪的一種做法 講到底的確就是因為 他們不願意拿出應有的預算 來給這個 包括教育部他不願意擴大 應該要負擔這個社會保險的預算 來給各大學 然後各大學現在開始越來越在財務自主的壓力下 就也不願意把錢投在這個研究助理身上 這個大家都在有點踢皮球 你知道這件事情已經吵一年多 實際上勞動部宣稱助理已經是勞工 已經在台大第一次這個工會術院 就我們了解應該已經過一年的時間了 那還在推託 那大家可以看這一年的時間 剛剛我們算說每一個兼任助理 他虧損就虧損達到了12萬 因為一年沒有投保 那剛才講10萬名的兼任助理 這個哇這些這群年輕人在未來虧損是上 哇這樣一年就到100億這麼的多 非常的驚人 那沒有一個學校付了這一筆錢嗎 目前為止有學校少數幾少數的學校開始說如果學生需要投保可以跟學校提報 然後像是四星大學他們做了這一個動作 但是因為他們沒有積極的宣傳 所以除了少部分像是念社會發展研究所的說實質 他們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絕大多數同學的確還沒有 然後國科會有一個進展是 國科會未來在老師申請國科會計畫的時候 會自動把這個兼任助理的勞健保費用 帶進這個相關的費用裡面 那至少在國科會助理上面希望未來會改善 但是目前助理最大宗的是所謂的助學金助理 那這部分只要學校還沒有很積極的動作的話 我們就還要再繼續監督下去 到目前是還沒有很顯著的進展 我最後請教一個問題 就是勞動部都已經做出這樣一種雇傭關係的解釋 可是教育部他卻不去執行 甚至大學不去執行 甚至他還要去巧立各樣的瞑目 這個沒有違法的問題嗎 嚴格的說是違法 像我們在上個禮拜到高教公會 我跟高教教育部的官員有一個會談的機會 那我們就再一次的表達說 他們應該要立刻依法 就是要督促各個學校進行勞健保的這個業務 那他們的說法居然是 你們對於個案如果有爭議 那學生可以去向勞動部檢舉 也可以去進行司法訴訟 來做個案認定 我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很不負責任的 全國十萬名的監論助理 你難道要每一個都一一去做檢舉訴訟嗎 那既然是一個很普遍樣態的問題 就像是今天麥當勞 假如麥當勞 像我們都久遠之外 學生下了課去麥當勞打工 他就是在短時間也都會有老健保 為什麼在學校裡面當助理就變成沒有 那麥當勞也不可能說 他只給其中幾個願意去法律訴訟的公讀生投保 其他你們沒有吵我就不給你們 那一間大型的團體是不可能這樣行動 但大學卻為了節省成本 他要用到這種手法 我們是蠻吃驚的 那我們也覺得勞動部不應該再姑息下去 就是說既然這是普遍性的問題 不是個案問題 那他應該是要全面的進行 無論透過勞動檢查 然後透過連續法的方式 逼迫各大學應該要守法才對 這的確是讓人家覺得是一個非常荒謬 非常荒唐的事情 特別是作為一個教育的主管機關 台灣的教育或是華人教育 一直被認為必須這些老師們 教授們或是這些教育主管們 必須作為一種表率 可是他卻基本上來講 用這樣一種所謂的 幾乎是一種偷雞摸狗的方式 要去規避這些法律甚至相關的責任 我覺得我們恐怕要花更多的力量 或更多的力氣 來去監督教育部所做的事情 甚至也要採取更多的行動 盡量非常謝謝林柏怡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們的節目是在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P&N每個禮拜天的晚上 9點半會直播之後 會在豐庫跟燦爛時光節目播出 謝謝柏怡 謝謝各位觀眾朋友 謝謝 謝謝鍾翔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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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月子墨